第三輯 今章測試內容及具體測試方法 今章 共有7個測試項目 第一項 正手中桌拉上旋球 右稱胡圈球 考生離桌1.5至2米位置 連續拉上旋球 15球為1組 動作協調及命中率達14球或以上可得3分 第二項 反手推檔或反手撥球 用反手推球或撥球接陪考員的側身正手空球 除了計算擊球板數外 球速亦有規限 平均球速不超過1秒 動作協調及命中率達40球或以上可得3分 考生同時要注意回球落點的穩定性 第三項 正手或反手發側下旋球 考生在自己反手位置可用正手或反手發側下旋球 每個落點最多發兩球 發球合規則 不線好 有旋轉 落點到位 命中7球或以上可得滿分3分 第四項 左推右攻或左撥右攻 要求考生在左右半袋用左推右攻或左撥右攻 將球打到陪考員的反手位 除了計算擊球板數外 亦有球速規限 平均球速不超過1秒 動作協調及命中35球或以上可得3分 第五項 接發球 在反手位半袋接不固定旋轉發球 考生可以用反手猜球或撥球 及正手拉攻球接發球 接發球功法正確 回球有質量 10球一組 命中率達7球或以上可得3分 第六項 擦中側身拉球或公球 考生可以用擦中側身拉球或擦中側身公球測試 擦球最多可以擦兩板 如果旋轉速度好 10球一組 命中達7球或以上可得3分 第七項 步法 跳步 先做20秒左、中、右、逃手步法 接著多球測試 在左、中、右、全採用正手連續攻球 首先由側身位開始擊球 連續循環做左、中、右、右、中、左而步擊球 步法靈活 命中27球或以上可得3分 以上七項技術獲滿分可得21分之外 擊球動作、擊球質量及靈活性滿分可得9分 即今將技術獲滿分為30分 合格分為20分 退帖 好